大家好我是苹果麦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设定定时提醒 定时提醒这个功能呢应用层面非常的广 像是如果你要吃药啊 或者是一般上班族常常需要 有人提醒他要喝水 然后起来动一动之类的都可以利用这个功能 另外呢还有近几年非常盛行的这个番茄工作法 我们今天也会介绍到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要怎样设定吧 iPhone其实它自己就有内建这样子 每一段时间提醒你的功能了 它是在提醒事项里面 但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最短只能设定一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怎样设定吧 先把你的提醒事项找出来 然后点进去 这边呢你可以新增一个列表 它在右下角有一个新增列表 这边呢你就可以去输入它的名称 例如说你想要工作放松 因为现在很多上班族其实都有久坐的问题啦 那我们就设这样子一个清单 然后按右上角的完成 那我们点进去 里面呢就可以来新增新增这个提醒事项 点进去 那第一项例如我们打喝水 然后按一下右边这个i 剪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设定它的时间跟日期 那先按一下这个日期 然后按一下时间 然后接着呢按重复 这边你就可以设定它每个小时提醒你 那这边结束重复呢 看你要不要设定一个结束重复的日期 那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结束重复 它没有办法设定确切的时间 设定好之后呢按一下上一步 那下面这个位置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你在特定的位置的时候 它才会每个小时提醒你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酷的功能 叫做传讯息时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选择某一个联络人 然后你下一次跟他传讯息的时候 这个提醒事项就会跳出来 不过我现在还想不太到 就是怎样的场合会用到这个 例如说要提醒家人吃药吗 之类的 然后还有呢我要特别提到 因为刚才我第一次试的时候 它没有每个小时的选项 那那个部分你就要到列表这边 它上面不知道哪一个位置 好像有一个更新的按钮 你要更新完之后 你才可以在选单里面 选每个小时重复提醒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iPhone它内建的 这个每个小时提醒 是有一点阳春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App 它是第三方的App 那它其实是专门在做 番茄工作法的 番茄装工作法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 就是休息可能20或25分钟 然后休息5分钟 它是让你用来 维持高专注力的一个方法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 也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 例如说我刚才讲的 喝水啊 或者起来动一动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啊 你每个小时可以 想一下你上一个小时 做了哪些事情 就是把时间切割成很多 很小的片段 这样子你可以很快的意识到 你这个小时的生产力是怎样 当然这也需要一些自制力啦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专注清单 那这个App其实是我随便找的 我是在App Store里面输入番茄中 那它第一个选项出来 就是这个专注清单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它的评分还蛮高的 我们点进去 我们进来这个App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跟刚才那个 提醒事项的界面非常的相似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下面有这个红色的按钮 你只要点下去之后 就可以开始无脑的计时了 就是你不用设定任何东西 你按下去 它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 就是倒数计时的界面 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其实这个App 它是专门为番茄中工作法设计的 所以它预设的时间这边是25分钟 然后25分钟之后 它会提醒你说时间到了 然后你可以手动开始进入休息 番茄中工作法的休息是5分钟 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些功能的话 你也可以让它无脑的每30分钟就提醒你一次 那要怎样把它设定成定时提醒你呢 你只要到桌面 然后按一下这个大头贴 大头贴点进来之后呢 看到下面有一个番茄时长 番茄时长这边你就可以去输入 你想要让它每几分钟提醒你一次 例如说我这边设定成40分钟 然后下面你看到这个短时休息跟长时休息 这些都是为番茄中设计的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休息的话 你就到下面按这个自动开始下一个 番茄跟禁用休息 这两个打开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每40分钟 它就会提醒你一次 然后再来呢到上面 我们看到这边有铃声 如果你今天是在公司啊 或是图书馆这些 不方便吵到别人的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进去 然后把铃声改成5 这边有个5 那也不用担心你听不到 因为下面其实有一个震动提醒 那再来呢我们看到下面 下面有这个 就是这边有一个 每日提醒小组排行榜跟专注森林 对不对 这些呢预设都是打开的 但是今天如果你只想要 这个定时提醒的功能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些都关起来 这样子它的界面会干净很多 然后再来我们回到桌面 桌面这边呢 你看到其实这边有非常多的清单 其实它的功能就跟提醒式 这样子一模一样的 就看你想不想要使用 例如说你今天有两三个工作 同时在进行 然后你想要帮他们分配不同的时间啊 或者是你想要计时 你花了多少时间在 每个项目上面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新增 那如果你想要无脑的计时的话 你就直接按这个红色的按钮就好了 那现在例如说呢 你有两三个工作 你想要去分配时间跟计时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创建清单 创建完之后呢 点进去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添加任务 例如说你同时需要做报告跟写稿的话 你就把它新增到这个里面 然后你想要分配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点进去去做不同的设定 那一个番茄数就是一个计时的单位 我这个单位现在是设定成40分钟 那你可以设定成你每个任务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时间的区间 你只要点进去做设定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你看到每一个任务右边有一个播放键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你就去按一下这个播放键 然后它就开始倒数计时了 那例如说你现在做报告做到一半呢 你想要开始写稿的话呢 你就按一下这个播放键 有一点难按 它有时候会按到里面去 它这边就会变成写稿 那这两个时间其实是分开计时的 而且你一次只能执行一个任务 所以说呢它是没有办法同时计时好几个时间的 那除了这个添加任务的功能之外呢 它这个APP里面其实有一些养成的功能 就是有点像小游戏的那种感觉啦 不过我想使用的人应该比较少 这边就不多介绍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进去摸索看看 那我们今天这个定时提醒的功能 就大概介绍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定成功呢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喔 另外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iPhone 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酷的 叫做传讯息时 就是说 现在我还想不太到就是 这个提醒事项可以输入什么 例如说这个人欠你钱的话 你下次跟他传讯息的时候 这个提醒事项就可以 提醒你说他欠你钱吗 之类的 然后按一下右边的这个播放键